喂啊什么话能听到啊能听到 来哥们儿我有话啊来你说我听听来开始吧 我就是想从两个方面说啊第一个吧就是呃中国的某些方面呢啊它确实不行 我就想说什么呢第一个呃就是东电话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话 东电话就是TTK TTK就是啥呀 奥运会看过吗啊看过呀 奥运会底下很大的一个赞助商就是TTK 他是一个很大的 他是什么他代表他代表国家呀 啊他代表国家呀 他不是国家 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品牌啊啊然后呢 他是做电源呢 然后咱们全球做电源最牛逼的第一个就是TTK 第二个是Sinko 咱就想说第一个咱 国产电源就是拉我就这么圆 国产电源是什么就是电力啊还是说还是电线呢 阿玛感谢小巴琴瑟和名 就是各种工程或者是那种机柜里面用的那种电源 就是怎么说工厂里面那个我看你那意思我看你那意思是想啊我看你那意思是想让我摇人摇专业人过来打你脸什么意思吧 你可摇专专业的人哎你可白真说啊就是让你摇专业的人呢要不 好嘞好嘞那个那那你稍等一会吧来吧那个我去我去盛点冰块先来公平扣字相关人员上卖好吧 相关人员上卖懂得上卖好吧来点专业的啊我去盛点冰块准备喝冰水 来所有产业链的都给我上来来 来摇人兄弟们 来会上人吧 能不能行你能不能找到个人 TDK TDK电源什么电网的光服的来全给我上来相关人士 电子的不是电网的啊电子的行我知道这网页啊不是大哥你卖电脑的你别你别硬着啊我我做过这方面的贸易 十年前就做过你说那东西啊我给你几个例子啊你你你讲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好听就好比是以前互联网的烂梗说中国连圆珠笔的那个笔星做不造不出来一样 他不是造不出来是没有经济价值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说的这个TDK电容不是中国做不好 中国的我我这么跟你说就是顶尖的啊上上上上月球的那些东西用的全是国产的 全是国产的 你别跟我告 是吧 就是没有商业价值啥概念啊 它是经济价值考虑 不是技术达不到这什么烂玩意就技术达不到了 就是还有没有标产是这意思啊 我为什么跟你说他跟这个这个你说的这个烂梗这个笔头有本质上的区别啊 这个尤其是咱们开关机柜上的电源 所有的工厂全都是需要这个的 咱国内最大的一个企业叫做明伟明伟电源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是台湾的一个牌子 知道啊 这个它基本上国内大型的机床都用的是它的 它做的是工业级的电源 然后国内还有什么像那个就是现在抖音比较火的有个金生阳有个巨雷还有一个就是全国前十大我从百度上查的当然是包括那个起茶茶全国那个注册资本前十大的电源厂家非常多而且你像金生阳他全年他的销售量销售额能到20亿以上 他绝对不是你说的他没有经济价值你知道一个TTK的两千两千瓦的一个电源他能卖多少钱吗 Sincode能卖一万多他的能卖九千多块钱 你跟我聊的是这些电源还是他做的那些电源 电源 开关式的电源 然后他的哪些应用利益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就说第一个问题它的那个电容电容密度 咱TDKTDK它的那个它的密度是百分之九十七 它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同等体积下我的功率密度非常的高 就是像我两千五百瓦三千瓦我的电源我就这么讲我是一个成年男性他基本跟我一个 手臂差不多长然后它的长宽大概就是一个手机的横截面大概这么大 那就是手机屏幕这么大你知道吗 但是像国内一千两百瓦像国内两千瓦以上 它的体积就已经比TDK大了 它的现在国内最先进的这个水平大概是百分之九十三 这个水平是什么水平呢我三年前做项目的时候TDK就是这个水平了 这是国内现在最先进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连卖我还等这么久 就是因为现在国产这个现在我们好多项目要做国产化替代你知道吗 然后我各种到处找电源包括国企央企私企你知道吗到处找根本找不到能替代的 一个是提差的就很大王 我能插一句吗大王 来是你先报价门什么什么专业 你好我是这个宁德时代兄弟公司的这个这是怎么说呢 技术技术研发人员 好来说吧 对是这样子的就那个小木鸡我问一下你知道宁德时代和TDK的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下好吧 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宁德时代叫CATL对吧 简单叫CATL 宁德时代它孵化于一个公司叫做新能源公司 可能在场做新能源的知道新能源公司原来是在香港申请注册 然后在东莞现在一起挪到了宁德叫做宁德新能源 ATL ATL是宁德时代的总工 这个宁德时代孵化自ATL 所以现在宁德时代的那个老板 曾玉群曾总 就是ATL的之前的老板 那么ATL是怎么建立的呢 ATL是宁德时代的 就是怎么TDK是ATL的第一大股东 他和ATL的关系类似于阿里巴巴和软银的关系 就是我投钱但是我不干涉你的整个决策和研发和你的运营 对我就投钱 到至今为止ATL的大股东还是TDK 那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但宁德时代已经玻璃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日子的背景下面 ATL是不许不许不许上市的 但是宁德时代是可以上市的 对吧宁德时代已经已经上市成功了嘛 对吧 对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我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要纠结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先发又是不在于传统电源 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拿日本的钱干了我们自己的技术 对吧 我借日本人的钱 贯出了现在世界上最牛逼的锂电池 我明白 所以说你说他们 你说的点呢 就是说他们以前酷过 这没毛病 对吧 人家干了五六十年 甚至将近一百多年的这个行业没毛病 不是现在怎么的了 现在现在现在领先了 来站起来 我这边 现在现在大大王现在是遥遥领先 不是领先了 好 那稍等一下的啊 我这边啊 这个巴拉巴拉这边上了一个那个IDC机房 机房的IDC机房说症状你枪口上了 来你说话我能听见 你说 那能不能不是那我说IDC机房的说话 喂喂 英哥英哥能听见吗 大点声你给介绍一下子你是哪个方面的来 这样说的 我是跟说我是我是这边西闲处理军心的 我就这么说一下 他那个刚刚说那个服器电源是纯扯淡 就是说服务器电源上没有什么所谓大小 为什么呢 就是在服务器上面 电源是有标准规格的 就是 哥们你这机房信号不太好啊 然后完了以后呢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我连下WiFi就是我这边信号不太好 对不起我现在听信号英哥 现在听信号英哥 勉勉强强 你从头说吧 你是什么口的 我听你是网管是吧 不是我是西闲数据中心的运维 数据中心运维 西闲什么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 西闲数据中心的运维 数据数据中心运维 来吧 你跟他说吧 来 对 我是 我说一下 我之前来说一下 他刚刚前面说的服务器电源那块 说什么 这个GDK的做的比我 比什么国产量小得多 这个是扯大 为什么呢 服务器电源是有标准规格的 就是服务器电源大小是有标准规格的 就是 一优优器二优优器上面 因为他们的电源是有标准规格的 然后完了以后呢 也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 就是说 你像我们在机房的话 就是服务器的电源 你像那些国外品牌的 一般用的就是台湾那个台达 然后完了国内品牌的话 华为是他自家生产的电源 然后浪潮啊 华三那些用的基本都是常用的电源 我能打动一下吗 哥 你说 我能打动一下 等会儿 等会儿他要说一下吧 你等会儿 他小母亲是说 怎么的 就是你说的台达 我用过 你说的华为 我去 那个考虑过他们厂家 就是华为 他做服务器的电源 你现在就可以查 他只做服务器的电源 他是只有42伏输出的 42伏输出的 然后这好像是2000瓦的 你明白吗 你别搞笑了 服务器上面是12伏 肯定输出 给你拿来42伏 那是42伏也错了 那绝对是个40伏的 那是48伏的进线 4548伏的输入规律 那现在是PCU上面的 48伏入 你扯什么呢 我告诉你 服务器上台 只有标准的12伏输出 只有标准上次 就是一种 没有别的 叫HX12标准自己去查 然后我不给你扯 这个 我记得说我专业那个 然后至于他刚刚说的 这个什么 说这个就是说 他见过人家 TDK的电源 2000瓦 3000瓦 做多小多小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了解过 华为的通信电源 华为的 华为的就是 华为的 交换机上面的 有一款通信电源 核心交换机上通信电源 八掌大 3500瓦 当化家的 甚至 然后完了后 就是只是 然后非常小 非常小一点点 3000瓦 然后完了 这是华为做的 然后呢 就是说 你像我们机房那边 我们机房里头 现在就是说UPS 因为机房要 保证24小时不断定 机房UPS 现在基本上 就是都是 华为的UPS设备 知道吧 华为的UPS设备 然后完了以后 东西也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现在国家在推就是国产化 知道吧 基本上都在推国产化 这些你说白了就是 你这些东西 你以前说白了就是 可能去不到怎么样 但是这个都是实话 你说就是 你要知道 咱们国家是生产 淡化加材料 生产的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地方 现在这个东西 就是说国外 就说白了 没有什么可理性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强 做电源之法 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然后 大王大王 我能不能再补充一点 帮这个给我补充一点 对 这个有一个点 你不能说只看牛不牛逼 做老或老 你看价格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作为ATL的子公司 我们干了一件事情 我们它离电池生产的时候 你要测电量的 你要有个测试仪器的 那个仪器 我们公司自研以后 把德州仪器的价格 在中国市场干了50% 就是实现基本平替 对吧 他可以说牛逼美观 但我同等情况下 我拖价格 不选他 直接把他价格干翻下来 行 说价格是老曹 那我这么告诉你 兄弟 我们是友俊 兄弟 友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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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rry 枪口 枪口那个什么 枪口那个小木精 你先滚个刀 你先滚个刀 要不他俩就这个话题 就大话家这个问题 你先滚一下 我跟他们聊着 你这会儿你上华为的官网 你查一下华为的电源 我跟你讲 华为的销售 我就加他的联系方式了 证明你说的48分 人家机房那个看的现实假的 我没说他是假的 我是说 我现在我就一个需求 我想买一款电源 最好是国产的 但是我在国内 我找不到能替代的 你明白吗 那你要上来说求替代的话 这里面专业的有的是能告诉你找啥牌的 那你要上来你说说国内的玩意就是不行 就是国外的好人告诉你了 该平替的平替该超越的超越 甚至连你刚才说那公司的跌都套出来了 没错吧 我就这么讲 他刚才那个宁德时代那个哥们我不知道吓了没有 我在 他说TDK控股了 那我就这么讲 你说的是我用了国外的钱来开发了自己的产品 那我问你 如果他是控股公司的话 你生产的产品 你卖给他绝对是打折销售的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卖给他呀 我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刚刚不说了吗 我的天哪 哎呀妈呀 人家是干啥的 为啥卖给他 他们也是卖这玩意 为啥卖给他 让他捣一手啊 新能源 新能源做两个方向 第一个专注动力电池 就汽车离电池 所以分离出了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咱就是明确的是做汽车离电池的是吧 还有一块做储能电池 宁德时代也在做 第二个分离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做目前你市场上所有可以看到的电子消费品的离电池 从大到那个笔记本电脑平板 小到你的智能手表 你的switch这个游戏机手柄都有做 好吧 基本上覆盖全产业链 世界第一 就世界第一的离电池生产商 他卖给TTK 哎呀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赛道已经干翻他们了 来小米街滚他滚道滚他快来 怎么回事 就是买不着 他的家的华为销售了 买不着人家 人家实际情况给他买了呢 你们谁先上官网查一下 就是咱国内 我是想说你们可以给我一个厂家让我去挑 但是我真没挑到 英格英格我说两句啊 英格我说两句啊 英格我说两句 就是这样的 就首先第一 他说电源 他首先他自己都没有明确他到底要是什么电源 因为首先就是核起电源 跟电脑电源是完全两百是不同的东西 然后呢再说设备定电源什么开机设计的那种正常工业开关电源防水那种电源 然后完了过那个单单 48伏的直流电源的那种转换器 那种DCDC的转换器 其实是不一样的他自己就没有说清楚是什么东西 不可能一个厂家什么东西都造吧 他说买不到华为电源那很正常 因为华为电源是属于一个设备上的一个配件 他不可能在官网上零售 那是一个配那是一个那是一个配件 对吧 然后呢 你知道他要说是要买那种 说是一个什么就直接零售的那有啊 那长城的行家那都都是国产的吗 那哪个做法 那你包括说长城 你看现在多少就什么像什么那个就电脑上 像华硕呀 然后那些还有很多的厂家 他们就第三方出的电源都是找长城代工的 有什么问题吗 好 那电源很好的 好 那有什么问题吗 小小木槿滚滚的 国产电源损多了 国产电源是不是不安全的还怎么的 滚了小木槿滚了 你别弹气 我这回就已经找到了 华为嵌入式电源 2200瓦 53.5VDC输出 哥们你到哪12伏去呢 他问你到哪12伏去 我他妈 我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报出头 我到哪12伏去 我问你是你是我现在手里 要不要我先开上头 我给你拍个照 我手里一堆12伏的服务器的人 你要不要看 你了不了解服务器的规格 服务器的规格是谁制定的 你知不知道 然后谁参与你知不知道 然后制定规格里面要求的是多少伏输出 你知不知道 还嵌入式电源 还嵌入式电源 哥们你知道嵌入式电源 什么意思吗 我们讨论服务器 你讨论嵌入式是吧 我听懂了 你说那是跨过轴 他说那是城门楼吧 然后我就再说吧 我根本确定有多少种服务器 我就光拿这个服务器来说 哥们先说 这个我就觉得小母鸡 你以后拿搞吧 你拿全套 这个顺便带个GPT一起走 我总感觉小母鸡 不是我说偏向他们说话 我总感觉你好像 跟人讨论手机充电器 他俩好像跟讨论机房服务器 你说是不是气呢 都是气 你说是不是带不带电 都带电 但我总感觉你说的玩意 跟人说的玩意 好像不是一个玩意 你能感觉到吗 我能感觉到 但是我 我跟你说一下 我从一开始 我绝对说了 我用 我想用一个开关电源 那你这样是 这俩 这俩卖上都是业内人士 你就说你啥需求 让他俩给你推荐一个得了吧 我现在就需要一个软件无关 在脑上电源 就开关电源 然后服务器电源也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是这种模式 就指的是 我明白是这种模式 把这个输入的交流电 先转换成直流电 然后再通过这个厂效应管的高频 高频逆变 产生用高频脉冲 就是用这个 然后用那个高频被压器 然后就是体积小 然后再把它变成高频的那个 就是转换成高频的直流电以后 然后再通过半波滤波 半波整流 然后再滤波输出一个电压的这个电源 都叫开关电源 这是一种模式 它不是一种特定的产物 就是服务器电源 手机电源是开关电源 我听懂了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电脑电源也是开关电源 我听懂了 包括很多灯上面开关电源 灯的LT灯都开关电源 好 知道了 那个兄弟们听不听懂 就这哥们说的是啥呢 说的是 说的是跑步机 但人 就是人家说的 他说的健身 那个健身就是 就是出汗 就是啥 完了人家跟你说 健身里面不是就有跑步机 还有老多你不理解的了 你说的模式 你干的事叫健身 你说那东西开关是开关 开关里面东西多了去了 你现在要需要专业的 不行 你就直接求他们给你处理处理 你要不是念稿的话 你要念稿的话 我劝你就夹 夹尾巴跑吧 铁子 你这 你这 这枪口 一顿输出 MyID CI6 CD USB SB 框框 一顿 一顿脑子 你都插不上话了 铁子 不是我插不上话 我是 给他们一定的尊重 那你 我没啥尊重的 我这么跟你讲 你又是哪个区域的 我也管机房 我也管机房 我是外企管机房的 基础架构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这边也有一些老的服务器 他电源的确是前面那位哥们说的12伏的 然后我这边的一些什么UPS 那是哪个牌子 来你们这会说你们机房上面12伏的电源是什么牌子 我服务器是NEC的 电源我就问你电源什么牌子 外资的那肯定是外国牌的那很正常 但是他这个服务器已经是零几年的服务器了 已经现在这个厂家已经这条生产线都不做了 明德时代的那个人你说你的电源什么牌子的 我不是网管 谢谢 我是搞研发的 他搞研发的 他告断我 你不是搞研发的 我套你 我低端的 我低端的 所以我 我 因为各家厂家都有各家的那真的是 华为用的是华为的 然后浪潮华三这些国产的用的是长城的 然后用的长城的或者是行家的 然后国外那些品牌就像戴尔惠谱这些一般情况下 闲杂人能赔一盒 大王我解释一点 就是有一种可能性 你们专业领域记忆我们闲杂人能赔一盒 你们你们 那个那个那个 B站根本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就是有可能就是什么 那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工业上面比较成熟的一套 供用链的东西 所以你有时候你这个民用去买 你不一定能够买到你知道 或者说不好买 不能说买不到不好买应该说 因为我们工业上的话 我们一般找公用商 其实我们也是整整整套的设备一起拿过来的 这是话说 因为这就是说厂家给你哪个品牌就只能选哪个 这个这个大王大王我举个例子哈 就你买了一辆车 然后那个车里面配了很多的设备对吧 包括什么你买你买了宏气车 他用的是什么什么发动机 那我单买那个发动机行不行 那不可能吗 你很难买到吗 对吧 对吗 那可能有些家你可以买得到 有些你买不到就仅此而已吗 就这么点破事情 对对对 这个我我就说解释是啥的 因为就是我刚刚刚说的吗 他那个电源只是服务器上一个配件 或者说是交换机 或者其他设备上一个配件 就这个属于什么 是厂就是那个生产整台机械厂家 他们才够谁家电源 你就只能用谁家电源 然后当然这些都是咱们自己 就比如说像戴耳 小母机又滚刀 小母机又滚刀 他那边听不着你事你说吧 你们俩说的半天 说到这我算是明白了 好家伙是你们俩跑题了 我从头捋一下行不行 我一开始说的是 我想找一款电源 替代一个国外的电源 然后这时候不知道谁上下来了 然后他说国内的有台达 有华为 有各种厂家 然后我这时候就给他举例子了 我说台达的名伪的我都用过 我去找了华为的销售 华为的销售说了 他们的自己造的电源 只给服务器用 是专供40伏输出的 我用不了 我就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你明白吗 我没有说我要找华为 你说他他们的意思说你是你说那个低端产品上淘宝上搜 一大瓦 对 那他说的他说的应该是强电吧 我说的是2500瓦的哥们你随便能给我搜到 我能搜到我淘宝现在能搜到要不要搜2500瓦 电机柜吗电机柜的东西呢 2500瓦 2500瓦输出20伏 你能给我搜 20伏2500瓦这还不好搜 输入呢输入380伏 哥们你有淘宝吗 有淘宝自己搜自己去打开搜 你哥们都是32瓦呀 上面搜的你明白吗 2500瓦12伏25 2500瓦20伏 这种电源再普通不过了 你看我那个谁那个那个 英格我现在淘宝随便一搜2500瓦20伏 就就直接以2500W控格20V这个标这个来搜 淘宝上一搜一大把啊 我给你念一下 卷身卷死的行业很低端的东西好吧 比如说像名伟的2500瓦 S的2000 我搜完了 我搜完了 一个电源才281块 小母亲中究是你高盘了 结果展到公屏上 对那个不是啊 那个小母亲中究是你高盘了 你讨论那个玩意吧 就是大概是啥意思呢 大概就是研发人员已经下线了 研发人员觉得你不配你不配讨论那东西 你买那东西就说白了给那个拼兮兮给淘宝上面 找个替代品 你说呢 你站上来那个各个平台的 不是我这不能放这图 放这图这个是属于那啥的 线下营销了 明白吧 你先打开搜哥们 你是搜不着还咋的 我教你搜 我搜到了啊 你咋说的 他们这种 不是你要的玩啊 他们这种人员一看他就能理解 他搜的这叫移动电源哥们 你直接搜2500瓦20伏 淘宝搜在这里叫移动电源 不是 哎 将近将近 将近十公斤的东西叫移动电源 哥们你到底你到底懂不懂 你到底想要啥 你是干啥 你干啥工作 什么机器上用的 来你跟我说清楚 好好好 他毛线不懂 不说了 你们自己去搜TDK 我直接给你们型号 好吧 你看看人家有 10公斤移动电源 叫HFE2500-24 你直接搜这个型号 哥们你这是24伏的好不好 修板24伏的哪来的20伏 你这24伏 你自己连多少电压都搞不明白 你真的笨啊 你真的蠢 他妈24伏都是可调数数的 修木鑫你骂人啊 他妈是真的蠢 我告诉你24伏 小木鑫你破坏了 你怎么还骂人了 那帮你搜东西 你怎么骂人呢 我感觉我下去了 那个叫做 那个上头那个电位器叫 微调微调电位器 那是来调整误差用的 那个是24伏的 只能在25伏到23伏区间 而且一般是要求要调在24点 就是你要24伏 你这24.5就撑死了 那是一个用来调整误差的东西 你告诉那妈可调的 你给我调出20伏来看 大头鹰 这个产品手册你能发吗 我把这个 怎么的人家打你 你转过来冲我哥们 你要骂人这块 你就一九体干嘛 我要你把这个 发的公平上 他们根本他们不了解 我估计他们可能 他们不了解 我明显都感觉到 你都插不上话了 你都破坊 你都开始骂人 你都他妈他妈了开始 你有点破坊了 哥们说白了 你个老找破开关 就落上电源了 从研发的到这边 计访的都给你对上号了 完了现在给 搁你搁那个 那个某宝上 给你找着连接了 你先破坊 你开始骂人了 你整这出个啥呀 有事儿 咱说事儿就得了吧 OK 咱说事儿 嗯 英格那个 英格那个啥 您能不能就是说 那个私信 给我发出消息 叫我给你发图片了 这个东西满淘宝一搜一大把 不用 满淘宝搜在这边 我这边现在都能看着 我现在现在这边大黑图 你们你们看我玻璃反光 看到了看到了 玻璃反光 您明白 看是能看见的 只是我不能播 这玩意子都站外连接 卖东西的那不是 不是普通图片 对不对 明白明白 我们搜着了哥们 你先搜不搜着 你没搜着不行给你个链接啊 啊 搜不搜 不是哥们 唉 你们哥们 我觉得都没有理解 行那什么IDC机房下线 你下线吧 你去维护服务器去吧 剩下交给我了 我大概懂了啊 交给我了 好嘞好嘞 好你去吧 好感谢啊 哥们你探啥气啊 哥们你探啥气咋的呢 多大声 那走着就买呗 我是真无语了 感谢纯成少男跑车 不是那哪无语了 他们说的不对啊 首先啊 首先咱从一开始啊 咱说咱想要个开关点员 这是一个种类 我知道 但是你烙的是这样的 就是 你烙的是奥运会的赞助商 对不对 那不是你不知道TDK是啥吗 所以你给我讲一下 反正我跟你讲一下 就是什么什么公牛开关什么的 我记得也上过不少那个体育的 就是反正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东西 是是是 咱就不说是不是一个东西 你现在给我强调了 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是作为开关的 现在呢他们也跟你说了 这东西国产的 甚至烂大街了 隔那个摩网上 隔那个拼锡锡上面有的是 那现在你是说东西是究竟没有卖的还是啥 你还是说你说的这个特定的这个服务 没有卖的对吧 嗯 对不对 再一个再一个说你说多少服务 你说如果你需要一个定制款的 多少服务 这个东西不会作为零售商品 摆在任何一个网站上 那不代表它技术上来讲做不了 如果你需要定制的话 你可以单独定 对吧 我明白 那现在是没有啊 还是你买不着啊 还是还是你读稿失败 你破网你骂人干啥啊 我没有读稿破网 因为我说话 你们听明白了吗 他们说话我都停下了 但是我说话他们不停下 那你要是如果这个你接受不了的话 那你连我卖之前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我 我只是想 你居然 你居然就觉得他们抢你话说 哥们你跟我连卖 你自己不知道我是什么主播吗 你在连我卖之前一点心理准备没有 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你如果上来想找的话 我要是你的话 上来想找我就不扬这个人 比如说你说我想找一个 你这相当于啥呢 你说我想找一个保镖 贼能打那种一个打十个能打过 于是你跑到一 你跑到一堆壮汉的房间里面 来你们在座各位全是垃圾 此时BGM想起背景音乐 1984年东南亚第一场波击帖子 你这会儿有点打得鼻血直窜 那时候不是 我那意思我先找个保镖保护 我先找个开关 你这不纯纯这出吗 完了你还破坊 你还给人骂上了 你骂啥缺啥找啥 你知道我为什么破坊吗 因为我 他们跟我说的真是牛头不对马腿 你知道吗 我感觉是你那嘴没长到正地方 那人家跟你说高端的 研发的跟你说 机房也跟你说了 你盯着那个店员国产的 长城的 拉马西道这牌那牌的 啥牌都有 甚至乱大街都已经上淘宝去卖下了 你咋还给人 没完没了的呢 对不对 完了又上了 又上了专业 咱们纯清 问题是我就算上淘宝我也没搜到呀 我是真没搜到呀 所以我就 所以我说你能不能放公平 我那个什么吗 真搜不到 你滴了你个大脑瓜子 你是一天 你上的是马来西亚淘宝啊大哥 你滴了你个大脑瓜子 刚才咋搜都教你了 这么50伏空格 5000瓦什么3000瓦空格20伏 你是打汉字搜不着 还打啥搜不着 你怎么还搜不着呢 怎么呢少男 OK哥们我看到你这个图了 你就看着这个右边第一个是明伟的是吧 我在淘宝里面 你再闪一下 什么啊 谁的图 你能就是你刚不是放了个图吗 这图不能给这放的 这是这是营销挂链接上面带架的 你有病啊 老让我说你自己搜啊 你把架 那眼睛都搜了 你为啥不能自己飞 让我跟你摆着个好啊 我搜的 你搜的是明伟这个牌子的吗 我不谁搜牌子了 搜的是刚才说什么3000 2500瓦 2500万20伏 是明伟 是明伟的吗 我哪知道是哪个牌的啊 你上面没写牌啊 哥们 是明伟的吧 我的淘宝 有明伟的有一个第三个是 MW是不是明伟 对 MW第三个是有有一个 我就 我不是一开始我就说了吗 这个明伟的我考虑过了 他是全国做的比较大的了 他是个台湾的牌子 那上面还有KG的 什么KG的 你就看 那我就是想要用明伟这种电源 你知道吗 那有你去买去吧 你给什么去啥哥们 所以我就是说 为什么台达的明伟的 我说我用不了 第一个 啊 他是工业电源 他的噪声特别大 不是那你就咱 咱说你就找定制地方 按照你要求定制不就完了吗 哥们我为什么我不能定制 你以为我找这些销售我没有问定制吗 肯定问了第一个 啊量太小 没人没没没理你 不是量太小 我一年也一百多万 不是你哥们你指定量太小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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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多少电的问题 是你定的量的问题 我听懂了 一百多万相当于一百多万 你一年你一年喝85斤水 你一年喝两吨水 你买一个杯子你跟人要定制 这是两回事 你要的是电源这个机器 你要的不是电源的方案 你哥们你现在是你是在征求解决你电源的方案 还是要一个机器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器 你想要一个机器的话 那你是不是量太小 没人给你定 对吧 感谢四神八爪跑车啊 我找了国内想做定制了 但是 因为量太小没人给你定 不是 人家都答应要定了 但是 我说个实话 有点贵 确实有点贵 啊 有还嫌贵 有还嫌贵 淘宝便宜的匹配不上 那咱咱这么说吧 就是 举例说吧 就是你这个门锁 你现在想配把钥匙 能配得上你这个钥匙 哎 可能就是为数不多了 因为啥呢 咱也别说比较老还是比较啥 对吧 那配的话你还觉得贵 你给锁换他不行吗 锁换不了啊 我们 那讲话都是现代搭建的机房 人家IDC人家机房都能使 你整个老古董机也好 啥也罢的 你上来 你配不上钥匙 能配上你还嫌贵 那你想干啥啊 喂 能听到我电话吧 你说什么呢 少男 我们的产品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使用开关电源的 所有设备也都是统一开关电源 完了 赶一下兜风 你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种开关电源 我先说型号 我就用的是TDK的 HF-E25 我做安安就行了 不用告诉我KDK的还是什么 嗯24伏的2500瓦 啊 你淘宝这种是真收不到吗 你要讲如果是讲 我淘宝真的收不到 我上起查查查那个项目对标 我都查不到 真的 你不需要 没有不需要你那么 起查查那些那么麻烦 你24 24伏2500瓦的真的很多很多 你你照我说一个 你把我真的拿一家电路 来来来 这个收个图给我发过来来 你说 等着我现在去 我为什么上卖 我真的国内的厂家我找完了 我每个基本上 就是这块的销售我都联系过 你正常开关电源24伏2500瓦 应该是个小方盒子对吧 是个小方盒子 然后上面有好多好多孔 对吧 没错吧 然后一般是220伏380伏的输入 然后输出12伏24伏 是不是这玩意儿 是不是这玩意儿 就这玩意儿 我就用的这 888 888块钱哥们 国内国国国国产大部分 你在网上买的大部分的 包括明伟的那些都是国产的 明伟只是台湾的 嗯 它的产地基本上也是在国内 对 人家现在叫深圳明伟 深圳明伟是另一个 然后还有德利西德利西也可以买 金身粮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来 这些是不能满 是满足不了吗 金身粮也可以 来来来来 你把那样给我整开 我看看小母亲六母亲 对啊 200来块钱你找华为定制去 对呀6元的 那华为销售能管你呢 那讲话你大方向上华为买个耳机 都一千多 你200块钱东西完了还 不给我定制还太贵 能开开开不了死呀 滚上刀了高估你了 给研发都叫出来了 以为你多大活 200来块钱东西 找替代品 上我这屋里喊来了 啊国内就不行 我心里多大个买卖呢 几百块有个墨迹公司 跑会外卖自己买的钱贵 驴马 早就告你们 上我直播间 还敢让我摇人 我说白说白了 但凡你要说不带摇人的 你跟我滚一会儿 我估计还能滚一会儿 我看弹幕也看明白了 你还敢让我摇人 我说报庭前两天没做 没做切片 卫星导弹那张都有 你可这块人 看这块要画面 整个老破开关 290块钱嘟了个大嘴 没关帖 张嘴挺高的 当你们什么大活的 真是浪费资源 浪费感情